欢迎来到城市日报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著名摄影师爆料肖战饰演员标杆 三处优点很明显,魅力十足。 近日,青年演员肖战又一次展现出非常火热且不可阻挡的发展状态, 有一位著名摄影师更是夸赞肖战就是中国青年演员的标杆,有三处优点非常明显。 值得一提的是,这位摄影师爆料的肖战三处优点分别是口才、情商和逻辑思维能力, 这些只是针对肖战的采访,千言万语会成一句话,肖战魅力十足,非常真诚。 据悉,著名摄影师爆料肖战是中国年轻演员的标杆、口才、情商和逻辑思维能力这三处优点非常明显, 这才是青年演员应该有的姿态。 另外这位摄影师还调侃自己如此夸赞肖战,会让一些流量明星的粉丝破防。 在这里不点名道性,娱乐圈里确实有一批非常具有影响力, 但实力一般,非常矫情的艺人,还是应该步入正轨,提升自己为众。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大家也都非常喜欢这样的肖战, 魅力十足,有实力,影响力,也有真诚负责任的态度,值得学习。 毫不夸张,肖战目前所拥有的人气和地位,让肖战在任何剧组都有非常高的话语权, 然而肖战在剧组一直都是借交借造,兢兢业业,从来都没有耍大牌。 总之祝福肖战,也会继续期待和支持肖战,肖战是优秀的实力派演员和正能量偶像, 我们都会一直都在。 肖战展现出来的姿态和身上体现出来的品质, 足以让我们深入学习,人格魅力实在是太强大。 肖战未来可期。 肖战爆料选择剧本的标准 首要原则是能否打动自己,有信心去演绎。 近日,青年演员肖战多次接受采访, 其中在接受新华网专访的时候,肖战就谈到了选择角色和剧本的标准, 首要原则就是能否打动自己,所有的剧情和角色都要看能不能打动自己。 值得一提的是,肖战之所以这样去思考,是要让自己有信心去演绎, 在接下来的演绎事业里,想让观众们看到更多的可能性。 据悉,随着肖战和白百合主演新剧交扬伴我的热播, 青年演员肖战多次接受专访,包括央视新华网等, 肖战又一次展现出了自己清醒的态度, 肖战还爆料了自己选择剧本的标准, 首要原则就是看能不能打动自己, 自己有没有信心去演绎, 不得不说肖战非常真诚,只有充满自信心, 才可以更好塑造角色。 对于肖战来说,肖战一直都非常清醒, 确定目标后肖战也一直都在努力奋斗,不言放弃。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 大家纷纷表达了期待和祝福, 作为优秀的实力派演员, 肖战从始至终都没有让观众失望, 这么多影视剧,这么多舞台话剧, 肖战的表现都可圈可点,非常厉害。 相信未来的肖战可以继续保持, 也一定可以再创佳绩。 总之感谢肖战, 也感谢每一位真心支持肖战的朋友们, 还是那句话,肖战问心无愧, 就是一位值得期待的实力派演员。 可以接受不喜欢, 但是不要触碰底线, 不要去无脑诋毁和网络暴力。 肖战未来可期, 火力全开。 肖战为什么这么火? 不管你承不承认, 肖战已然是娱乐圈的顶流啊, 这位要颜值有颜值, 要流量有流量, 要作品还有作品的演员和歌手, 可以说是目前娱乐圈里最火的男明星。 他为什么这么火呢? 大致有三仪式出演陈情令, 这个电视剧非常有看点, 很多网友都说肖战之后再无畏无限, 而且陈情令一路杀到小日子, 泡菜, 东南亚的地区, 可以说肖战是红遍全亚洲, 而且还是一步一个脚印靠实力走上去, 在顶流的光环下一直不忘初心。 肖战展现出了超凡脱俗的歌唱能力和舞蹈功底, 单凭这些实力还是远远不够, 毕竟娱乐圈能唱会跳的实在太多了。 肖战凭借着扎实的基本功以及努力的付出, 影响了外界对他的评价。 最后就是看人品, 肖战的名字里虽然有一个站字, 但他的性格是不争不强, 温润如玉,谦逊的同时还略带着腼腆, 很多媒体同仁都说肖战采访时特别谦卑礼貌, 比起很多为了争镜头悄悄改站位的新生代, 肖战不管参加什么节目都是往后排站, 绝不会因为更多的镜头去挡住前辈们的身影。 而且上到导演、大咖、下到粉丝和工作人员, 肖战对每一个人都是谦逊有理。 他不张扬粗狂, 导向是古书里描述的陌上君子, 谦而有理,听似少年, 这便是肖战成为顶流的原因吧。 在如今这个内鱼圈子, 明星艺人快参化的时代, 肖战就像异类般横空出世, 打破了大众群体的固有的观念。 我们有理由相信, 肖战必能打破流量明星的定义, 不信,走着瞧。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